我 投低点不是 嗯 可是我觉得你要不要点走一个东西起来一点 啊 要做比较 OK 开场 3 2 1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好我是FashionBoy 今天这个是青春涌女3的特集 最后上次做了上一集过后呢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 诶 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来做这一集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 所有选手当中 有非常多是极具魅力特色 还有很有性格的选手 尤其是他们的穿搭 我觉得整个青春涌女其实是非常好 让我们男生去 这些选手的穿搭身上呢 得到一些灵感 那么这些女生不用讲 这完全就是一个福利 因为 你们这里吃冰淇淋吧 其实看了这个出舞台过后 基本上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9个pick 我觉得这9个人呢 是可以西威出道的 不比实力前 大家就觉得大家都旗鼓相当 这样就是出舞台 我们是纯粹一个人魅力特色 还有穿搭 来去评价 好 话不多说 Let's get it 然后我第一个pick是陈俊豪 其实我选陈俊豪 不是因为他跟我同名字 因为我觉得 李俊豪 我说俊豪 我觉得俊豪是个蛮不错的名字 那么我选陈俊豪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有贵气 而且很有明星特质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 那种90年代的万人迷香港人心 就是一种 在人海之中看到的话 也是完全被他吸引的 然后至于他的当弯的穿搭 我觉得是非常的帅的 他是唱ROCK 他这一身穿搭其实蛮协调 蛮配合的 就是他一开口唱歌的时候 整个形象是非常的符合 而且我觉得 要做这样的穿搭 其实你身上不需要很干净 重点你还不需要很高大 因为这一种这样的穿搭 其实是很容易让男生看起来很矮的 如果你有发现到他的衣服 其实两边是不对称 他右边是好像 渣染染黑了 然后左边的牛仔的部分 其实他也不是普通的牛仔 他这边也突出了一个部分 有点像七龙珠里面的那种战斧这样 所以他整个东西看起来很不协调 你会很容易看到有一边很皱 再加上他的裤子 也是有那些这样的渣染的花纹 所以整体会看到人很矮 可是我觉得他其实驾驭得非常好 那么我本身觉得 可以把头发这样扎起来的男生 其实他的五官是超级不理精致的 不然的话你根本做不到这样的look 所以你看会以前我们那种 好像东方神奇啊 他无存妥在啊 而精神武啊 很有男生魅力 我觉得他好猛男啊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我还蛮期待他挑战一些更加阳刚 更加霸道的传达 其实陈俊涛一出来的那一刹那间 我跟Vivian 其实觉得他很有那个 Energy Toro的既视感 那个是你哦 你的年代 在镜头前面的班正 通常说是Energy Anyway Toro 讲更近一点的 吴亦白 对对对对对 他有Vivian的vibe 他有Vivian的vibe 玩个穿的东西其实 呃 陈俊豪都可以去驾驭 好 下一个 我pick的是 魏鸿鱼 首歌C位 他是一个蛮 呃 他李隆浩的歌很想听 其实从他整体的穿达来说 我不会pick他 主要原因是因为略显有点普通 可是魏鸿鱼的歌声 他有实力是非常的 他模仿李隆浩的是 哦 他一开口那一刹就 哇 那么有实力的人 你穿的越普通 你可以用很多东西给人家一个惊喜 感觉他的头发还可以再做一做 我觉得他 他很有音乐人的vibe 我蛮希望他的头发有一点点 那种像V的感觉 有一点这样子翘起来的 他蛮有这种韩国的独立艺人的感觉 他唱这个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他很适合穿 那种不古运动风的外套 所以还蛮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比赛 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好 下一个我的pick是 孙一航 一航 我弟 韩哥 诶是你的pick啊 诶 ok 他初舞台的这个穿的 其实我还蛮喜欢 短版的这个西装 很显他整个人的高挑之余 也很有特色 但是我觉得初舞台的发型 我反正觉得不太适合 我觉得孙一航他蛮适合 小奶狗的那种妹妹头 而且他给我一种黄一博的vibe 我觉得孙一航非常适合穿Chanel 他就要Chanel的feel 王一博 王一博 只是王一博没有这样微笑啊 比较酷 所以他是很微笑男孩的那种 可是我觉得他们是可以 驾驭Chanel的男生 然后他们的男生有一个共同的魅力 是什么魅力 会电女生 什么都不用做就会电 就是仗着就可以电的 诶讲到仗着都可以电的 我还有配了另外一个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90%人的这个 大宗喜爱 余景天 没错 余景天一开始我看他的时候 他不是我的pick的 我不觉得他是那种男生会喜欢的类型 然后在他跳舞的时候 他的ending动作 哇 那一刹那一剑他电到Lisa 那那个 这样的那一瞬间 其实也是电到我一下 所以是说男生也会喜欢余景天的吗 会会 一开始我看他 好像有点熟悉感 后来觉得他很像Rain 你觉得他像Rain 所以他超像Rain 论一个比赛来讲 余景天这一身穿的 是我非常欣赏 也非常建议的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 朴实无花之鱼 他又魅力四色 而且你讲他的衣服很难穿的 超级难穿的 而且这种衣服 因为穿得好勒 你就是Opah 穿得不好 你很像金河的啦 我觉得他一出场的时候 他这个外套令我想起了 Michael Jackson最出名的 这个亮片的cardigan 而且他这个发型超帅超帅 他绝对是一个会出道的人 好 下一个我的pick是谁呢 我有点surprise 我会选他 唐九州 我的pick 这个是他的pick 一开始不是我的pick 坦白讲 在比赛里面的时候 我不是很喜欢他的穿搭 也不喜欢 也不喜欢他的造型 因为我觉得太过的刻意 把他变得很萌 去符合偶像 唐九州是非常有个人魅力的 他可言可甜 而且他有这个贵公子的感觉 在网上找到一些他的其他的造型 我觉得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唐九州非常适合穿 黑色衬衫啊 西装这类型的打扮 不需要刻意做很韩戏 或很校园 我觉得他可以很阳刚 他非常适合戴眼睛 我上网找到的这张照片 其实他蛮帅的 我是因为看到这张照片 我才决定把它放进我的pick里面 下一个我的pick 断猩猩 断猩猩也是Vivian的pick 你不要讲 他真的全部都是我的pick 这是你的pick 因为你喜欢他帮麻衣吗 OK 在节目还要 在节目还要播出之前 我不懂他的 但是一节目播出之后 他从跳舞那边 就有吸引到我 他在节目里面的造型 其实我不太喜欢 反而也是我在网上找了一些 他其他的look 我觉得他很帅 他非常适合 吴亦凡 还有王嘉尔的头发 还有他们的风格 反而在比赛里面的套斑马服 和那个west 那感觉到哪里不对 我觉得可能因为他的皮肤有点 幽黑 所以在他身上 反正我想要看到一些 可能比较亮的东西 在他身上 青春楼女的那个宣传照片 他的宣传照片 其实蛮帅的 下一个我的pick 我的pick 我的下一个pick Vivian应该会吓到我 你知道我选谁吗 谁 孙银浩 我觉得孙银浩 他超帅 我看到有总的一个节目 你问我 最羡慕谁的样子 很可能是孙银浩 他轻轻用你的宣传照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仙气逼人 他跟陈俊豪一样 他有日本韩国明星的那个 那个款 那个样子 我觉得孙银浩 但是我 虽然讲他在比赛中 跟华吉的毛一样 跟着毛一样 那个其实我不喜欢 我看他的宣传照 还有他一些 他的师傅 他自己的照片 我觉得 哇 超帅超帅 很美 很有秀气 很有贵气 很有仙气 而且很有王子的气息 我觉得他不需要带团体 他是完全可以solo 他其实有点令我想起 他有无存拖宰的那个 vibe right 好 下一个 这个也是我的最后最后一个pick 你应该不会想到我最后一个pick是谁的 来自 YG的练习生 Kingston 一轩 他是来自YG吗 要新文化 要新文化 好像是啦 double check一下 如果念错不好意思 念错不好意思 我觉得一轩超帅 有一种坏男孩的feel 他其实令我相亲 王嘉尔 还有陈冠希 他有那种ABC的vibe 他在比赛里面的造型 其实我没有到特别的经验 直到我上网找他的照片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照片真的跟王嘉尔很有那种同款的感觉 他就有一种韩国艺人的 他应该讲他已经有艺人的package 他站在那里就是已经帅了 他是非常适合男团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有男团的feel 然后我在找了他另外一张照片 他竟然有一种蔡徐昆的感觉 这一身穿搭是非常韩系hip hop的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韩系hip hop的男生 其实你们可以尝试这种这样的穿搭 上半身 oversize 运动类型的jerese 然后下面配的是 ripped jeans 窄脚裤 甚至是jogger pants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9个pick 那么在这9个pick当中 在我个人意见 我有4个我自己很喜欢的选手 基于他们的个人魅力 综合他所有东西一起起来 我觉得我可以选出4位 我认为最有魅力的选手 其实是余景天 他具备了明星气质 爱都应该有的东西 他可言可甜 最重要的是他有万人迷的笑容 加上Vivian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被笑容迷倒的女生 所以这种笑容不是一般人那样子笑 一般人笑可能叫奇笑 偶像那样子要笑 不是要轻轻一笑 哇 这个叫笑到你性感气 是这样讲吗 是 加上他的jongguk 他人家是jongguk jongguk就是一个笑容1000分的男生 jongguk 真的是偶像才有的笑容 所以我觉得余景天非常好 你看他跳性感的时候 他就可以收起来了 像Grain 加上他有单眼皮 本来就已经很神秘了 加上他一开外 他一笑不了 哇 女生心都浓掉过去 是吧 嗯 最有特色的我认为是孙颖浩 我会用特色来形容他 是因为他就是那种非常的 不一般的这个美男子 他不是这个现在人对美男子的那个标准 他就是一种跨时代的感觉 所以我用特色来形容他 而且 在他身上 哇 我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非常多元化的造型 在他身上出现 尤其是这种很夸张的造型 在他身上会变得合理 然后孙颖浩真的太帅了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这个look 就是那种vibe 那种是timeless的look 很无存托在 好 好 以下就是我个人的这个小小的观点 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其他的意见 不放在下面跟我说 你觉得最帅 最有魅力 最有性感 最有特色的 大概是拿起位 好不好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么下一集青春有你再出了 过后来我就 再次为大家点评 因为我蛮期待他们其他的台 还有接下来的这个表现 那么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选手 就记得要为他们助力 那么当然也要为我助力 哎呀 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粉丝要吃看个吧吃 快点爱上我的直播 也要记得到我的可以followinstagram 这个我的youtube channel 记得记得打开小铃铛吧 也要去follow我的tiktok小无数抖音 在下面留言 你最喜欢哪位选手 你的pick是谁 我们下一次我就是活一点 关于他的竞争 好 我们下一集见